好這件事情呢 不是說先買人先贏 國民黨溫溫吞吞的 但是是不是比較有說服人呢 好原本呢是搞了九個民調的 這九個民調裡面呢 民進民眾黨說不公平 所以刪除了哪幾個 刪除了這個 這個東森全市化他沒了 再刪除了手機簡訊 這樣他沒了 還有再刪除了一個好好聽 沒了全市化 所以這三分被刪除的 是侯友宜贏的 所以如果這三個 國民黨不答應刪除的話 侯比科是叫做八比一 侯八科一 好去掉三個不要之後 就來到了這個 柯文哲說的國民黨的計算方法 是五比一 侯友宜贏五個 柯文哲贏一個 那麼如果按照柯文哲要的方法的話 叫做三比三 那我就問三比三 誰要當政的 誰要當富的 我是建議說兩個人都當政的 你說好不好 大家都想要做政的 就都給你做政的 他們要搖來搖去 很麻煩的 狼元大什麼 他說沒錯 你們現在要的不是民調專家 是民俗專家 自己擲筊就好了是不是 邱宜這傢伙 之前是國民黨 一開始是親民黨 後來變國民黨 那國民黨求不分區 沒得到之後 糞人跑去新黨 那麼在新黨隱藏很久之後 你也以為他總是新黨或國民黨 沒有 這次現身出來都一直幫 民眾黨的柯文哲講話 柯文哲 邱宜說什麼 柯文哲已經做了極委曲讓步 國民黨卻還是滿横無力 要小黨讓分再加大 這是朱立倫派出來的國民黨 代表專家常殺招 趙朝康怎麼講的 趙朝直接說了 柯文哲耍賴 到底誰有理 誰無理 都各有一套說詞 但是重點是 人民的心是怎麼想的 會不會很多人就會覺得說 就扭三八 現在人扭六八 柯文哲真的有夠可憐 有夠威勳 都不會看好人 不會看壞人 現在國民黨知道 過去這幾年來 民進黨是要怎麼過日子的 你知道了吧 柯文哲講什麼都有話講 然後柯文哲 不管跟你承諾什麼東西 都可以翻 那麼你說他到底有沒有破局 柯文哲說是沒有破局 還要再協調 為什麼 因為他等到二十四號的下午 五點在此之前 由他怎麼去玩這個國民黨 然後由他怎麼 跟國民黨之間 還要換就對了 那麼剛剛惠銘講到說 這個半筊 國民黨的這個孫立法委員 這些候選人裡面有好幾位 真的有人建議 乾脆就直接做兩個膠子 直接兩個人抽膠子 抽籤決定政府 我想坦白的不是開玩笑的 就抽籤交給老天去決定 那麼昨天到今天 那這些所謂的紛紛擾擾 為什麼不能在昨天早上十點記者會 馬英九經濟會 直接訂到底是侯科還是科猴 英靈真簡單 叫做一差個表 什麼呢 誤差 到底是三趴 還是六趴 還是開趴 知道你說的 我說我沒有 我說我就是三趴 你說你沒有 不是你把我用六趴就對了 那麼最詭異的時候 其實早就料到 我在之前就找到 這個人是無比善變的人 你想想他連靠都可以靠 他直接看 他什麼事情做不出來 他今天說我們要奮戰到底 我們要推倒人力的高強 最後最後推倒自己 等於說白色的力量 他什麼事情都做不出來 所以國民黨現在開始發現 他跟你想像的不一樣 你究竟是在六項協議下面簽字 OK 水稻渠成指向技術性的問題 你看那一天朱立倫跟侯友宜 還有馬英九笑得多開心 柯文哲昨天應該用那一句 馬英九告訴他的話 還給等於說國民黨 你沒有想到會變成這樣 你就知道他這個人的個性 那麼今天到底是怎麼回事 不知道 但是兩邊休嗎 休沒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國民黨直接K回去 K回去黃珊珊 難不認為說是黃珊珊 因為是黃珊珊不讓這個人說 民調專家簽名 他認為主戰派是黃珊珊 所以包括林濤的這些國民黨 這些人說 你如果不想合作 就會有一百種理由 我跟你說 她都這樣講 然後黃珊珊就說 我們是按照規矩來 我們認為這樣不妥 所以我們不簽 再進行一個協調 好 現在有一個問題 我問你 再進行一個協調 是一定要協調到 你贏才叫做真實嗎 國民黨從頭到尾都認為 我就是要做正的 我說 不管你維尤西規則 怎麼弄 少來 不是 我問你 黃珊珊說還要再協調 要怎麼協調 一定非得協調到柯文哲是正的 黃珊珊才要買單嗎 大家現在都在玩一個 玩一個膽小鬼遊戲 兩台車 飆車對不對 前面就懸崖 看誰最靠近懸崖 知道誰先踩煞車的書 很簡單 柯文哲現在就跟你拔 24號下午的5點 看你國民黨先踩煞車 還是我先踩煞車 然後這個時候會不會跟你 又開口跟你要什麼東西 很難講 不過請問柯文哲 每次只要遇到事情 他會怎麼辦 請他這樣的娘子君出來救駕 各位 柯媽媽連續兩天的發言 讓我覺得柯媽媽 才是一個有骨氣的人 為什麼 直接開罵 什麼啦 淨淨說我們老闆 這樣不要算嘛 要做護衛不要算嘛 對不對 直接人家開罵柯媽媽怎麼說 直接挑明罵 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真人厚厚 最後連那句話都講出來了 這說什麼 叫做欺負人 這麼不會建設 我的天啊 這以後怎麼合作 以後你老闆還要拉著那個 你嘴巴說 叫什麼不會建設的人 當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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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剛才郭台銘說 別人都會聽他 剛才朱立倫的媒不建設 但是因為要選總統 是侯友宜嘛 你有沒有發現 他還沒開始罵侯友宜 還在埋伏筆 有懇事的 還在等24號下午五點 好 那麼柯妹妹 柯美蘭已經出來了說 我哥哥就是因為亞斯伯格 認為他就是很善良 認為大家都善良 才會被人家這樣欺負 我選到底 不管怎麼樣 我都要選到底 好 重點來了 因為昨天有個羅森門 柯文哲 不好意思 柯文哲不是說 他睡著了手機關靜音 那這個 他是不是這樣一個人 我們就拿過去柯文哲的案例 來告訴大家 柯文哲在2015年的時候 7月9號的時候曾經講 重點不是在哪裡睡覺 重點是手機有沒有打開 叫得起來 叫不起來 叫得起來了以後 腦筋清不清楚 各位 不過這個問題不用問外科醫生 因為他不會發生 你已經要說他手機關靜音 然後叫不起來 好 那時候杜華局長林祖民說 人家記者問他 柯文哲說24點鐘都要找到人 問他記者問說 你要多久才找到人 他說我2.4秒就接起電話來了 意思就是柯文哲都找到人 今天答案揭曉 我剛剛說過了 柯文哲每次遇到什麼事情 梁子君就出來救駕了 陳佩奇出來救駕了 陳佩奇還原現場 為什麼這樣一個人 24小時大割大不關機的人 為什麼他會那天沒有接到電話 他說那天他老公 柯文哲從苗栗回來11點多 所以要去做這些事情 但是因為他陳佩奇感冒了 一直咳嗽 所以後來要睡的時候 那手機 他老公柯文哲的手機 滴滴滴滴滴滴 滴滴滴滴 滴滴滴 滴滴滴 他就先把手機散在麵皮裡面 射音小聲 我現在以上所說的 都是陳佩奇臉書上所寫的 他們全家人都很逗 躺在棉被裡面 差不多凌晨1點的時候 突然間連室內電話都響了 陳佩奇這時候想 應該是做民調電話 民調電話有人 是凌晨1點還打電話來 結果我不是瞭解 他說最後他應該最連 照例來說你什麼事 你應該是去接你家裡的室內電話 結果他竟然把電話先給拔掉了 充滿了戲劇效果你知道嗎 最後說他老公回來的時候 處理完事後 事情終於發現 手機呢 手機呢 找不到 他說在麵包裡面 柯文哲說 那你把手機關靜音不就好了嗎 後來就把手機關靜音 兩個人就睡覺 睡到早上的時候 他老公跟他講 不得了 這麼多電話 然後都是人家找來的 然後後來各位 重點來了 重點是他比較要怎麼說 他說問他 他說什麼人 說一段時間打你 一段時間打電話要找他 說國民黨叫他女六趴 意思叫他女六趴 這樣就好了 所以他前面敘述了一段一段的場景 就在描繪 他老公為什麼手機會關靜音 為什麼會沒有接到 為什麼最後的結果呢 會人家打是由黃珊珊下令不簽 他在改遷流程就對了 可是問題是你講的 跟我們所知道的常識 還有跟我們所認識的柯文哲 是不一樣的一個人 所以很奇怪 你明明 柯文哲明知道明天早上十點 你去掛電視是要吃還是要扶 要做總統還是要做人的小弟 對吧 你怎麼可能在凌晨一段的時候 叫你媽去關進音 為什麼 因為人家民調專家 人家派出的民調專家 跟人對方的協調以後 一定要打電話或是傳解釋 回報最後的結果 你是要選總統 還是要做人世上的嘛 所以這些完全不好邏輯 不合情理